… 容易燈, 吉祥燈, 買燈了 買發財燈, 天丁燈, 容易燈, 吉祥燈 買燈了… 靖哥哥, 我們找間客店休息一下 歇足精神, 今天晚上逛圓香 我們找換花燈吧 好不好? 好 就前面那天吧, 照牌夠大 那天? 我的錢不夠, 怎麼辦? 錢不夠, 我這兒有, 走吧 你先拿出來給我看看 我這張是銀票, 要到錢莊去才能換 這樣吧, 你去那兒叫東西吃 我很快就回來的 我要陪你去 不用了 還跟著來幹甚麼? 陪你去錢莊 蓉兒, 你不是說去錢莊嗎? 不去了… 你根本沒有銀票 你又想騙人家的錢, 是不是? 騙騙騙, 說得難聽 賤, 我每次都… 我每次都記仗道 最多回桃花島的時候 我叫我爹全部還給他們 何必看得這麼緊張? 總之我… 我不願意你再做這種事 岳王廟就在旁邊 要拜神老家你們多求兩步 幫幫忙好不好? 我們說話, 關你甚麼事? 你吵著我睡覺, 還說不關我事? 想進去就上長門山頂去睡 這裡是大街 蓉兒, 不要再惹事了 我們走吧 我不走, 睡的就是她 我就喜歡在這裡拜神 怎麼樣?臭鴨飯的? 你再吵, 我就拜神拜到晚上 你… 你拜的名年我都不管 換個地方 媽媽, 睡不著了 蓉兒, 走吧 你…臭鴨飯的 臭鴨飯的 我的媽, 你怎麼回事呢? 蓉兒… 得罪了本姑娘, 還想睡覺 你休想 你去席子上蒙古吧 蒙古我是不去了 如果你有空就跟我游江南吧 蓉兒 蓉兒, 你還生我的氣? 我說你也是為你好 我知道 那你還生氣? 我是生臭鴨飯的氣 我能認得出他 要讓我見到他, 一定要他死 不要惹事 我們還是盡量去看花燈吧 來…來 算你走運 走運 大白天這麼多人 這樣才夠熱鬧嗎?來, 來這 蓉兒, 我看還是晚上再來吧 是你說要來的嗎? 是呀, 但是這麼多人擺起一身汗 你是閒人多, 我給你趕走他們 蓉兒 武衣用來防身, 不是用來欺負人的 我沒說用手感 你在這兒等我 蓉兒 蓉兒 搶東西 搶東西 有人搶錢 搶東西 搶東西 搶錢 在哪兒 死了你 你想怎麼樣? 脫衣服 脫衣服 脫就脫了 你別胡來 你還說我胡來, 也不知道是誰胡來 臭藥犯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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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死丫頭 死丫頭 好, 這次我就忍了 下次我饒不了你 要命 我往下走 葦兒 我以為要快要回家 你走吧, 我是不會回去的 你說甚麼? 我這麻蜂病是治不好的 不然你是白蓮蓮家裡人 讓我自生自滅吧 你在搞甚麼鬼?跟我走 你別捱我 大夫說這種麻蜂病會傳染的 榮兒… 你看到了, 不是我趕他們走的 是他們自己走的 原來你…真沒辦法 這裡不好玩, 進去吧 站住, 先把這破衣服脫了 不行, 裡面還有很多人 穿著好看, 我幫你脫 來… 你看這花燈多漂亮, 買給我吧 這位小姐真有眼力 這家叫做碧玉富貴燈 買了她回去跨在門口 泡你今天裁員廣盡 老兄, 這多少錢呢? 兩位這麼喜歡, 便宜一點 二十兩 我只有幾票錢呢? 幾票錢?開玩笑 豈有此理 你又幹甚麼? 我打爛他這些燈 誰叫他滾眼看人低呢? 不行, 不要惹事 山外青山, 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春風吹得有人醉 只把杭州做汴州 岳父, 爺爺, 你又來幹甚麼? 上別的地方喝吧 走吧… 走吧 我是岳王爺的後代 為甚麼不能來岳王廟?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你是岳王的後人 還知道你很愛國 但是今天是元宵佳節 我們還要做生意 你們幫幫忙… 元宵佳節… 幫幫忙吧 元宵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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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擾我的姻子, 快賠錢 我不但要打擾你的姻子 我還要打醒你們這幫最陰暢的人 你瘋了 我沒瘋, 你們才瘋了 西航當年, 岳王爺為了敬重報國 為了我們千千萬萬的大宋子民 壯烈犧牲 而你們 而你們這把沒有血性的禽獸 竟然在岳王廟裡風流快活 我問你們 你們對得去岳王爺嗎? 你罵了沒有?沒有 現在大宋的半壁江山 已經落在金賊的手裡 如你們不再想法的救國 將來金賊過河 到我大宋的時候 你們一個個都要變成王國奴了 我現在不管你怎麼說 總之你再不走, 我就打去你的腿 我不走 我還有好多話要說 既有此理 你這種人不見關才不流淚 我打敗你 兩位老兄, 算了… 不關你的事, 你走開 老伯, 快點走吧 我不走 走吧, 別說太多了 他們打你 你們想清楚了, 好自為之 山外青山, 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春風吹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汴州 看起來大宋的江山不會很長 岳老伯, 不要再喝了 小伙子, 如果大宋的子民 個個都像你這麼有血腥 那大宋就不會弄成這樣了 如果大宋多幾個岳王爺的話 那就有救了 對了, 岳老伯 剛才聽他們說你是岳王爺的後人 是真的嗎? 不過我無能 我只不過懂得棘手詩詞 發發牢騷 其他的就一事無成 我真是愧對祖先 其實慚愧的應該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對了, 岳老伯 你一定知道岳王爺的事吧 我的祖先常跟我們說 有關岳王爺的生平異事 是嗎? 我聽說岳王爺出生的那天 突然間有隻大狠鳥… 金哥哥, 我要去看花燈 天還沒黑 你走吧 蓉兒 又是你這臭樣販的, 你進來幹甚麼 是你, 正好 我的衣服哪? 扔了 扔了, 你… 老伯, 真對不起 你的衣服破了, 要不我陪你一見吧 這位老哥是… 你一定是這間屋子的主人 是這樣的 外面天寒地寒 我的衣服又把這個… 又把這個臭丫頭偷走了 我看您的心不錯 我想在這裡借助一晚 我想這個… 大家都是大宋的子女 沒問題, 請隨便吃飯 這正好, 岳大叔有這個要飯的陪你 不用金哥哥了 金哥哥, 我們去看花燈 榮兒, 進去吧 如意燈, 天丁燈, 吉香燈 金哥哥, 買花燈 榮兒… 我就剩幾掉錢了, 能省就省吧 小姑娘, 你喜歡, 拿去玩吧 老伯, 這不行, 你是做生意的 榮兒, 我們吃麵去 來 走 走 少爺, 他在鎮西無裏左右 有一間屍屋那裡 門口有一個紅燈做記號 你還查到些甚麼? 我在路上發現不少行蹤鬼祕的乞丐 相信一定是丐幫的人 丐幫? 想不到這些小乞丐耳目也很靈通 你現在去通知沙洞天和彭在住 馬上來幫忙 是, 少爺 賺錢吧, 謝謝 殺人 老伯 那兩個乞丐 追 是, 帶來 是, 帶來 是, 帶來 怎麼回事 我們雖然已經把金國的探子殺了 但我相信他已經把月文的行蹤 洩漏出去了 起來吧 月文那裡有幫助親自保護 看來不會有甚麼問題 不過歐陽克的毒蛇就不可不防 那你馬上去把所有的葫蘆 全灌滿硫磺 到石屋的周圍, 每個洞都放滿他 千萬不要漏 是 看來這次幫主的計劃有變 要立刻通知剪長老和彭長老 回來駐鎮才行 等人一到齊 我們就馬上到月文那埋伏 看來這次要大開殺戒了 長老, 我們去了 好, 你們去石屋那裡 先堅持個埋伏, 我們馬上就到 是 是 你們是甚麼人 有我們在這兒, 你們休想傷害月老婆 你… 怎麼不殺了他們 這事沒查清楚, 我們不能隨便殺人 快點回去通知月老婆吧 走 月老婆, 快點走吧 走 走吧, 不然跑不掉了 甚麼事 甚麼事 有人要殺你 殺我 哪有這事, 你們倆在這兒胡說八道 我們知道清清楚楚 難道他們是為了祖上留下來那部五目遺書 五目遺書? 是武林秘籍 是當年月王爺在監獄裡寫的一本書 裡面全部都是他生平所學的行軍佈陣 煉兵工程的密鑰 這本書也值得他們去搶嗎? 月王爺用兵如神 如果朝廷能夠好好掌握書裡面的密鑰 小則能夠安邦定國 大則能夠雄霸天下 我這次上京就是打算把這本書獻給朝廷 那要犯的幹甚麼要搶你的書呢? 這種事還用得著說嗎? 一定是起開頭想做皇帝 老婆, 你不用怕 剛才那三個要犯的被我們打傷了 以後我們保護你 這本書一定不會被人搶走 小貨子 如果將來朝廷能夠得到這本書 你是鞠躬至尾 行了…你別說這麼多了 來了, 快點走吧, 我幫你收拾收拾 你不要碰他 誰知道你是不是那幫乞丐的同打 你個臭丫頭 大姐敬你 是為原客的毒蛇 毒蛇 月老婆, 你快點從後門走吧 怎麼辦? 老婆, 走 好… 又是你們兩位 黃姑娘, 我好像跟你很有緣分 怎麼了?怎麼了?什麼事?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我怕我是結束難逃了 這本書就算出了這間屋子 也未必出得了這個鎮鬥 這… 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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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老婆, 爹 你不知人了?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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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老婆… 老婆… 老公 老婆… 你說 Wil娜… 老伯, 你在這兒嗎? 怎麼不等我們呢? 你們打得鬼哭狼嚎, 我還不走 我還欠我沒多長兩條腿 岳老伯呢? 岳老伯, 他怎麼死了? 他被毒舌咬了一口就死了 那本書呢? 書是不是你偷了? 怎麼偷偷偷的? 他被毒舌咬了 知道自己活不了 書送不到京城, 偷我幫他帶去 這次大宋有救了 大宋有沒有救我不知道 不過我倒有救了 因為他說如果送這本書上京 有賞銀五百兩 別以為自己占到便宜了 說不定那些人知道輸在你這兒 那你就鎖定了 對呀 不…你甚至有多少錢? 夠不夠我吃三頓飯? 幹嘛? 我看你的樣子也是吃了上頓沒加燉 這樣吧, 我請你做我的保鏢 等我收到賞銀子之後 我就會賞給你十兩銀子了 十兩銀子就想請我們 就算你全給我們, 也不稀罕 賢錢行啊 賢你一臭 蓉兒, 這本書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安危 不要說十兩銀子 就算不給錢, 我們也是義不容辭的 不給錢你肯幹? 那我省了 現在有兩條路讓你挑 一是跟著我, 一是跟著他 有他就沒我 不給錢 那是有兩條路 有兩條路 零有水 他就說不給錢 小王爺 這裡到底是送過的地方, 不必張揚 以後叫我公子就行了 是 叔呢?本來已經到手了 但是郭敬黃蓉他們… 又是他們兩個 郭敬, 他在哪裡? 他叫你告訴我他在哪裡 我要他還給我奢侈 你不要那麼激動 是 公子, 除了郭敬黃蓉之外 還要丐幫眾人插手 原來丐幫也插手了這件事 看來我們這次的任務越來越艱難 不過, 無目遺書我是志在必得 現在我給你們十天的時間 你們要在這十天之內 殺了黃蓉和郭敬 把那本遺書搶過來 歐陽師兄 有 你留在我身邊 我另外有事要你幫忙 是 你們倆怎麼回事呢? 三斤還沒到就打了一百多個噴嚏 你嚇唬說, 五十個都不到 你五十, 她五十, 都不就一百了 你… 老婆… 那邊有個山神廟 還是過去睡吧 好, 你去嘍 去呀 你…那你呢? 我呀 我是習慣了睡覺 要見到太陽星星月亮的 有瓦折頭, 我睡不著 你們去吧 臭藥飯的, 分明是搞鬼 這就叫搞鬼 一會兒我睡著睡著覺得餓了 我就會起來四處轉去找吃的 到時候又得麻煩你們兩個陪我 老婆, 沒事…睡吧 你睡吧 老婆, 你想去哪兒? 我想搞鬼 我睡著睡著覺得餓了 我要找東西吃 三星半夜的, 市店鋪都關門了 你只能喝西北風了 有句古話叫黃天不負有心人 總之你肯找一定能找到吃的 我看你也跟著來吧 不然的話一會兒那本書不見了 你們就是民族的大罪人了 老婆, 我陪你去吧 讓我跟他去, 你睡吧 你睡吧 你看看你, 精神那麼差 要病了就糟了, 睡吧 你們倆究竟是誰去誰在這兒 要不要抽錢決定 老婆 你在這兒等我 這次黃天變成復興人了 足足走了一個時辰 我看要盼著有東西吃 也要等到天亮了 你累不累? 走 想吃宵夜, 幹嘛要等天亮呢? 這兒不是有吃的嗎? 又想吃又膽小 我不是膽小, 我是沒有銀子 這種地方哪是我們能來的地方 錢不成問題 我這隻瘡 起碼也夠你吃碗雞腿飯 不敢 幹甚麼… 總之有事關照你們老闆 您看看這個 值多少錢 這隻瘡, 值不值一隻雞兩碗飯嗎? 值, 怎麼不值 不要說一隻雞兩碗飯 一桌乳豬席都沒問題 這就好了 那還不開飯給他吃 吃了之後, 這瘡就是你的了 你們全站在這兒幹甚麼 還不快點扶客人進屋坐 我這是來吃宵夜的 行了…我自己走得了… 等等… 你不是很困了嗎? 我叫他們開店房, 你睡覺好不好? 不用了…我在這兒坐著行了 你進去吧 那我去吃宵夜了 等等… 我這隻瘡 起碼也能換一千隻雞, 五百代米 不過, 今天算你不走運了 快, 你們要把他昏過去了 快點進去 快進去… 臭藥飯, 這次你死不了 也得惹一身麻煩 喝吧 甚麼?不見了? 是呀, 她也不知道是不是 她們曾經想甩掉我們 走兩步就要歇一歇 我一個不留神睡著了 睜開眼睛就不見她了 你上哪兒去? 去找她 你也不知道她在哪兒, 怎麼找 她… 這麼浪費?你飽了嗎? 那老伯伯, 不知道她去哪兒了 萬一要是出了事 你是真的擔心她出了事 還是擔心那本五目遺書呢? 幹嘛這麼緊張? 如果金人真的打來了 最多回桃花島了 桃花島很美 除了我以外, 絕沒有別人欺負你 我們一起去玩吧 再這樣我去… 怎麼樣? 生氣了 小二, 結證 來了 老伯 你們看, 人就在這兒了 你們看著辦吧 帶她走 是 幹甚麼? 幹甚麼?你看看清楚 她爹就是你未來的岳父 把她賣給我了 她是我爹?我爹才沒這麼寒酸 你個臭丫頭, 連你爹也不認 我早知道我生了雞蛋比身體好 你…臭丫飯的 我是個臭丫飯的 你就不認我是你爹了 如果我是皇帝, 你這麼認 你算了吧 甚麼?老伯, 你們輸呢? 拜他走 你放手 那邊有個大麻雄給他幫你 放手, 我打你了 我打你了 救命… 這麼多位朋友, 幸會… 老家花子, 我木遺書在哪兒? 甚麼? 你說那本書 在我這兒… 快點交出來 好…我差點忘了 剛才我做飯那會兒 柴火不夠, 我用來引火了 豈有此理 我…我困了, 讓我歇會兒再和你們玩 老伯呢?老伯… 老伯… 老伯, 你沒事吧? 太說沒事了 我剛睡著就讓你們兩個吵醒了 喂…你剛才有沒有聽到轟的聲 轟的聲?是不是打雷? 天氣這麼好, 怎麼會打雷呢? 漢天雷, 你聽過沒有? 老伯… 老伯, 那本書呢? 甚麼書? 五目遺書 那本…對了, 我送了給翠紅樓的姑娘 給他們引火用了 翠紅樓? 是他帶我去的 夠了, 臭藥飯的 你別再瞎搗亂了 甚麼瞎搗亂?明明… 老伯, 你別開玩笑了 那本書關系大宋的命運 快點交給我, 讓我送到朝廷 我…我都說送給翠紅樓的姑娘了 如果你們現在去, 可能還沒燒完 靖哥哥 說不定這個老混蛋 真是把書放在禁院了 你還是回去看看 這… 還不快點去 好, 那你保護老伯 行了 我還是到裡面去睡了 小姑娘, 老大, 你放開我們吧 很難受的 放開我們 小姑娘, 老大, 你放了我們吧 我不是故意得罪你的 放了我們吧, 心心好 這樣… 我不是故意不怕 這個鬼哭狼蒼和殺豬 她怎麼睡 放了他們, 放了他們 是呀 我們快放了我們吧 小姑娘, 心心好 謝謝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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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 你以為我先進哥哥一樣聽你的話 你先放開我再說 我特地引開他, 才能收拾你 你幹甚麼? 讓我來吧 臭丫頭, 我上兩個月剛洗澡 我不想再洗, 你真是何苦 你快說出來, 吳牧義叔在哪? 你也關心起國家的安危 我不知道甚麼叫國家的安危 總之進哥哥要的東西 我就要幫他拿到 那你以為你綁著我就能得到嗎? 你別這麼神奇 一會兒潮水就會漲上來了 我知道 水漲起來最多淹到我後腳根 淹不死我的 不錯, 等一會兒潮水 只能淹到你後腳根 不過過了黃昏 就會淹過你的眉毛了 甚麼人有甚麼命 我天生的命應, 你不用替我操心了 好 看你應得了多久 你在這兒陪我到黃昏 甚麼人呢? 嘻哈我那臭味 本姑娘現在先去睡個覺 你求神拜佛千萬別讓我睡過頭 不然就更安天命了 露下就是我聽過了 你這是個不賜 你那臭味的 我看就發了一鏢 別讓你回來了 你只是一個樣子 我看你都知道 你真是一鏢 你真是一鏢 沒辦法回來了 洪七公究竟是什麼人? 在當今武林之中 能夠跟我叔叔歐陽封其名的 除了東邪和南地之外 就只有號稱北盖的洪七公了 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這個人的來頭相當大 我看暫時要避免和他正面衝突 好, 你們暫時先監視著他 等我是否練功圓滿 和梁子翁回來的時候 再找他算賬 救命… 老婆 救命… 我來救你 救命, 快點來救我 我來救你 快, 快點 我來了… 救命… 快點救我, 姐姐 老婆, 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別提了, 真是造了孽 幾十歲的人 讓個丫頭折騰成這樣 蓉兒 蓉兒 又是 她為甚麼這樣對你 這個死丫頭 她還不是為了要逼我 交出那本五目一說 我借不掉命 蓉兒真是太過分了 老婆, 你也真是的 那本書到底放哪兒了? 我剛去過翠紅樓找遍了 甚麼都沒有 這個… 老婆, 你著涼了 我去給你拿衣服 好 老婆, 穿上吧 小夥子 看不出你傻子 愣腦子, 心還真好 應該的 做人, 千萬不要太好心 好心糟了一批 為甚麼 到時候你就明白了 現在已經黃昏了 你究竟是還沒睡醒的 還是剛剛睡? 怎麼你… 我…你總是騙我 又說淹到眉毛了 其實淹了淹去才到我的腰 你… 你想打死我 我死了倒沒關係 如果是他死了 你哭也沒用 你說哪個他? 你還會為了誰哭? 我當然是指郭靖了 靖哥哥, 他在哪兒? 他現在在獅子林 不過已經快斷氣了 我不信 你不信就儘管和我多玩一會兒吧 你… 臭丫頭, 還想跟我鬥嗎? 我這樣子 我叫你們養子 我哭了 他在心裡 我哭了 我哭了 對 那時候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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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哭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